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大表哥 今天我们要来到了这个一星期一评测的视频 我以后的视频集完都会一个星期更新一期的 乒乓球器材视频 今天我给大家评测的板子 是这个金标的维斯卡利亚 大家在之前的预告中也应该 了解到了 然后我在事务中也会也讲到了这个板子 金标的维斯卡利亚 确实在 最近比较热门 比较火这个板 这个板子呢 它有一个特别 特别的地方 因为这个是蝴蝶的这个特助工坊出来的东西 但是它跟之前披码之前的这个特助工坊 到底一不一样 我们这个无从考究到底是不是在一个厂里面产出来的东西 也确实无从考究 主要是这个问题 然后 到底 它卖这个1980到底是不是个智商税 我们也 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也没有上手视频 嗯 再讲一下这个板子吧 这个维斯卡利亚金标呢 它跟市场版还是有些区别的 它都正手把这个编 编排给去掉了 市场版的维斯卡利亚是编排上有个维斯卡利亚的标志 然后 市场版的尾标是个铝牌 这个是一个金色的金标 金标牌 然后 这个板子呢 是我一个小伙伴借给我了 让我帮他 试打 做一期评测 然后 他的 他有个要求 他给我这个板子 他说要求我就是不要撕他的胶皮 用他的原有的胶皮给他进去评测 测一下他这个板子的性能到底如何 这个板子呢 它的重量基本上 在191克 螺板是93到94克之间 这个他的重手配的是这个尼奥 蓝省专业版的40度2.1的厚度 反手配的是这个蝴蝶的T05 T05呢 我也要说一下吧 因为我之前也打过了一块的T05确实 不是不是什么滋味 打不出什么滋味来 打不出什么东西来 因为他确实我自己上手的感觉是比较肉 然后他感觉 就是感觉没有什么旋转可言 我因为我从05之前我是从 64换过来 确实就是比这个05转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这个05是要发力的走手 越发力手上是越有数的 但是 要联想到一个问题 我大家 业于比赛中呢 会出现一个问题 你难道 在比赛中你板板都在发力打 打对面吗 那肯定也是不切实际的问题吗 那你总有比赛 总有过渡球 总有中等力量的球 总有相持球 在这个时候 这个胶皮让我感觉到手感不清晰的时候 我就会反手就会发虚 虚了之后就容易失分 所以当时我打了一块这个05之后 我就 确实不是很满意 可能也有关系到我的水平可能不够的原因吧 然后打完这个05之后 我就换了一个这个狂飙的37度 当时我也只是说 去尝试一下这个37度到底 到底如何 因为现在确实蛮多人在尝试这个37度的狂飙 但是我当时一试了之后 确实是一发不可收拾 然后这个37度我一直达到现在 从去年的6月份7月份就达到了现在 确实让我非常满意 我几块主板上面的胶皮都是37度的狂飙 我们下面进入到这个上手评测的环节 看看这个板子到底如何 出上手这个板子说实在并不是很友好 第一感觉这个板子就是又肉又顿的 感觉就像没有开过刃的刀 而且他球速并不算很快 就是弧线保护的比较好 拉球的第一瞬间让我感觉很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一块维斯结构的板子 他没有了维斯市场板上面的加速感 也没有了市场板上的木 而且他停留时间更加长 但是最难受的就是他在手上的模糊感觉非常非常的明显 球之过去也不是很高 我感觉他更多的就是提高了容错率模糊的手感 在防守方面因为有这个弧线的保护 所以他防守是比较轻松的 弧线比较高 所以 给我防守提供了蛮大的信心 比赛中也就更加敢出手去防了 退台之后他的底进还是挺不错的 但是并没有敢给我感觉到很强的 冲击感 力量感 过去的球非常非常平庸 而且打起来 就感觉比45容错率还要高 但就这个质量真的一般般 反手方面就没有了市场板的这么自动挡 他更多的依靠自身的发力可能配05的原因 所以我感觉这个板子有些过于通透了 也有些肉了 发力之后加速感还是挺明显的 在打透这个板之后 还是找到了一些市场板为师的感觉在里面 因为今天确实比较潮湿 地板都比较滑 大家将就着看一下 逐渐加力这个肉的感觉有点点消失 好了不少 刚才力量感还是不是很强烈 反手防球方面的话就特别的舒服了 因为有个半自动挡近乎无敌的存在 他这个无线的往上走给了他更多的支撑 所以在反手防守方面我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反手防球上面我给了个相当满意的好评 他正反手两面的话 因为这板是191克跟我主板上 重量基本上是一致的 他说两面相识 少了风亡的感觉 给我的感觉就是稳定 非常的稳定 不会容易失误 给够你支撑 给够你弧线 但是球不会很冲 给你容错率又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说这种感觉特别像回到的当时我打11要11要上面的 肉稳 冲起来就感觉没有小力量上那么肉了 感觉出手干脆了一点 小球方面的话弧线压的比较好 球不会轻易的冒高 但是也没有事物上面那么逆天的小球控制 事物上面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他相对于市场版 欣吸的不少在小球上面 反手加力就跟我当初在视频前面说的是一样的 05发挥的很大的作用 好了 下面大家看一下这些实战环节吧 这场地真的是确实非常非常的滑 很多球都不太敢大范围移动 这场地也附近而已 他在击我手里面正确定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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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这个总结的部分 因为这个金标 我的小伙伴是急需用球拍了 他现在疫情解封了 他拍子可以 可以现在就可以去打球了 刚刚刚今天把拍子寄回去给他了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金标的感受吧 因为我之前也打过了 4块的金标是朋友了 我自己一直没有买 前面是有两块是这个横拍 也是有两块直拍的 我的朋友的以后总体的感觉 包括这一块的第五块金标 会出现一个问题 这个小力量是小力量上面 这个金标是比较肉的 他出来的东西 他不已经不再像这个维师 这个感觉是木有点发木 而且出球感比较比较快 但是这个金标上面 他已经有了这种吞吐的感觉 就是你有个含球包裹球 在拍子上面的感觉在出去 但是呢 他就出去的感觉 质量又不会很高 他出去的时候 你可能到网上面 那个球就已经开始不相为师 这样的加速度明显 他会往下坠 这个点 到了这个对面的抬手起跳的时候 会有点下坠的感觉 所以他质量我会感觉不是很高 我小伙伴去防个球 他确实也说了 你这个质量感觉真的一般般 因为我后面我又换了 我四五去跟他拉几个给他防了一下 他确实就反应了 他说的质量一般般不是很高 再说一下这个金标这个结构吧 我感觉他就是一个 ALC里面繁衍出来的一个系列 我感觉他就当做是一个系列了吧 就像这个波A啊 张A啊这种 他延伸出来的 然后蝴蝶公司要把他 跟这个维斯哥 这个标牌啊什么给换掉 又说就是这个维斯的身体把金标了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他已经没有这个维斯的味道在里面了 因为维斯大家都知道他主导是什么 主打的是速度 主打的 主打的是这种出球的快感对不对 但是这个金标他感更多的是感觉 你的含球感 包球感非常的强 在你手上感觉非常的粘球了 已经 以后他在相识中这个 金标的话呢 他要比较 因为他有这个粘球所在 所以他打相识球是非常非常的稳 他两边是很稳很稳 他是真正打到加力量了之后 这个金标他又出现问题了 你就感觉他整个板 他吸进板里面球吸进板 你感觉他吐不出去 大力冲 冲那个板冲这个球的时候 所以他就造成那个问题 所以 我自己感觉我认为金标并不是很好打 如果让我1980去买 我应该是不会去买这个板 当时其实 我们实体店也有这个板子卖 我在考虑了很久 我当时想想算了还是不买了 确实实实我打 我感觉对我用处不是很大 因为我确实不是打两面相识球的打法 我这打打前三板打法 前三板比较多一点 然后我现在 更加这个金标加价更加的夸张 2000多3000块钱去了 我就觉得那都可以买3块维斯的价格了 就没有必要了 买这个金标了 很多的把金标吹的这么神啊 专业队啊 国家队啊都在用了 都我自己啊 我做一个业余选手来说 我觉得这金标确实 他更多 更多的是面相于这个业余化吧 他更加的偏 偏软了 这个板子是偏软的 然后他并不像维斯这么 这么干硬 可以 如果说这个维斯是个 凶猛直男的话 这个金标可能就是这个优美小男子了 只能就这么去形容 他变得更加温柔 所以这金标大家值不值得买 大家自己去考虑一下衡量一下吧 再说一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吧 下一期 评测的板子 我 板子也已经就是之前给大家亮相过的板子 这个蓝标 确实我这个这一期确实要抓紧撤这个蓝标了 在我手上放了挺久 我朋友的板子 我不想拖 我朋友拖那么久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板子 下期节目会给大家呈现出来 包括我这个板子怎么刷的胶水 我因为我 已经是刷好了的 我昨天刷好的 但是那素材我已经录好了 这刷的是有机的胶水 好 然后这期金标可能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